你好我是Tommy王王收封律師 我的律師事務所專精 智慧產權商業法還有移民法 其實最大的挑戰就是說這個H1B Worker 他們的履歷表有沒有辦法符合這公司的要求 所以就是一直以來這個H1B我們都是要看兩件事 就是說這個公司需不需要這個H1B的人才 這個H1B的人才它的Qualification有沒有辦法 match到這個公司的需要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現在新政府上市的話 他是希望美國的產業去聘請美國的勞工 所以就是說萬一我們說美國找不到這個勞工的話 我們才需要去聘請H1B的Worker 所以就是審查在移民局上面的話會比較Hard一點 對華益的影響就是說你萬一是 你讀的萬一是跟這個公司需要的有關係的話 的話對不對 那這個是最好處就是因為說美國公司需要你 但是壞處的話可能就是因為說 診察會比較Hard一點 那就是說本人往年的時候對不對 他們檢查都沒有那麼看的沒有那麼仔細 但是現在的話都會看的比較仔細一點 比較多的產業會收到帶來就是電子方面的 好像Computer Related或者是BioTech這上面的 因為這上面他們幾乎很多他們的Worker 都是H1B的Worker這樣子 所以萬一你的年輕是最年輕從6萬不要標到13萬的話對不對 那你的公司有很多H1B的Worker的話 這種產業會是有最大的打擊的 萬一你現在有H1B的話對不對 這不會對你有影響 那就是說你要續簽的時候 萬一有這個新的改革的話 那可能就會用新的法律來審查你的H1B Renew 其實要改改改變一個政策的 或是有一個新的法律的話對不對 必須是要通過國會的 但是一個新的總統他可以用Executive Order 來implement他想要的改變 所以就是說我常會跟客人講說 可能H1B他這個整個program不會被刪掉 或者是說這8萬5的名額也不會少掉 但至少Trump他可以用他的Executive Order 然後讓移民局知道說 你們在審查H1B的時候要嚴格一點 今年抽籤的話 其實其實抽籤的話它是Lottery System 所以不會嚴格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說 有一個新的政策就是說 他們不希望像很多印度的公司 就是說一個員工 佔據很多抽籤的Slot 所以就是說希望以後改革以後的話 就是說一個人可以佔據 一個Application 佔據一個Slot 這樣不是因為說 你有比較多的公司聘請 你就可以比較有多的位置 這樣子 其實這要看的話就是說 你要知道說 H1B它總是一個 要給外國勞工的一個Visa Program 所以當你要申請H1B的時候 你要想想看說 我今天的Application 是一個律師來幫我辦 還是一個助理來幫我辦 還是一個中介公司來幫我辦 而且你最好要審查你的Application 因為你要知道說 我這個中介公司 只是把去年的人換個名字 然後把我的名字貼上去 把我的學校貼上去 所以就是說你自己在 就是律師在送出去Application之外 你自己一定要審查一下 不是那都是在騙人的 因為他們就是抓住這個 學生的Visa Status 就是說 我就算我跟你講這些東西 你已經把錢給付給我了 你到說H1B沒有抽中 你必須回你自己的國家 所以你不可能在美國起訴我的 然後就是中介公司 他們沒有被法律上面的限制 他們不是跟律師一樣說 在法律上面我們是要保護我們的客人的 所以這些中介公司他們要講什麼都可以 他們會保證你H1B一定會抽中 甚至有些中介公司會幫你找工作 但是其實在法律上面的話 在H1B的話 有特別說H1B的律師 不能幫H1B的Worker找工作 因為這不是律師該幫你做的 所以很多中介公司的話 他們就會去開一些公司 然後很簡單的公司 這些公司只是一個空公司而已 他們就會用這些公司 然後就是不運作 然後就是去聘請很多H1B的Worker 這樣子 但是在移民局審查的時候 這些空的公司根本沒有在運作 根本沒有辦法去 support 這些H1B的Worker 所以美國就算你抽中的話 美國政府也會給你抓下來 因為他說你這個固域根本就是個假公司 要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新的總統跟他的新的政府 對不對 他們沒有做任何的H1B的改變 所以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讓大眾知道 就是說 不要聽一些謠言 也不要聽一些人家在網路上面的傳言 沒有任何的改變 要改變一個移民法案的話 不是那麼快的 OK 我們只可以交到H1B的applicant 就是說你要注重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resume 跟你庫主的要求必須符合 你萬一resume 符合你庫主要的job title 這樣的話就可以 就可以找一個好的律師 幫你 prepare你的H1B application 這樣子 可以email我們 或者是可以打電話 我們都可以的 然後打電話給我們公司的話 我們公司律師事務所 一定是個移民律師來給你諮詢 然後就是 從現在一直到4月1號 為了 就是擴亮我們 accommodate我們H1B的worker 我們營業時間是 遲加到晚上的7點 然後每個禮拜六都會上班 我們要做一個選擇 我們要做一個選擇 可以的 我們要從頭到6個之內 就可以起碼 感谢观看